这是真实的故事 在古代就是我们说是佛陀的年代 真的佛陀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非常感人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们过去在印度 2500年之前也没有佛教的 佛教当时到了古印度 也是受到很多人的排挤的 所以这些东西大家都要学 有一个叫沙哲尼建的 婆罗门的一个长老 他们当时都是什么叫什么叫 没有佛教 号称他当时在当地是最有智慧的人 他的门下有500个弟子 已经很多了 500个弟子 他嘲笑所有天下人 说他们都没有文化 他经常在腹部挂一块铜牌 金属牌 在马路上昂首阔步地走 有人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长老 他得意洋洋地说 我的智慧爆满了 现在都流出来了 如果我不把这块牌子放在这里 那流出来不要糟糕嘛 智慧都是流出来的 那流出来 他听说 我告诉你们 台长就是比你们幸运 我现在在讲这个故事 连佛陀都在听 我全部知道 所以有时候你们要懂 佛陀挺好玩的 你们知道吗 你们到天上去之后 观世音菩萨 佛陀 还有 阿弥陀佛 包括 地藏王菩萨 他们都很谦卑的 他们都有个性 都很谦卑 实际上你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今天在天上这样坐着 其实你们都是菩萨 很多都是佛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 就包括激功活佛都是这样 我赶快讲下去 他听说 就是释迦摩尼佛 世尊到处去教化众生 去帮人家演说 明阳四海 心生嫉妒和恐慌 他很害怕 就对弟子们表示 他说 现在有一个名叫 曲坛的和尚 实际上当时说佛陀 名字叫曲坛 这个字很难写的 就是两个墓 下面一个 准确的准备有两点 那个和尚 自称是佛 他说佛陀人家真的是佛 他说自称是佛 我想去找他 向他请教高声微妙的理论 我要让他哑口无言 好好地屈辱他一番 你看屈辱他一番 他果然率领了一群弟子很多 浩浩荡荡来到直远经舍 其实过去没有妙 都是经舍 一个房间 佛陀在那里讲 都是经舍 但是他从老远 还没到经舍的时候 他已经看见经舍里面 闪闪发光 光芒四射 他知道这位 人不得了 不是一般的人 他惊喜交加 这种人是有修的 也是有修 你别看他功高我慢 他是有修 他的内心非常地震撼 他忍不住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 他看见释迦牟尼佛就跪下来 向他敬礼了 佛陀马上看见他说 来来来请坐 他急忙站起来说 佛陀 我想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还没叫他佛陀了 就提出来这问题 他说 道是什么 智是什么 厉害吧 长老是什么 正道是什么 积善去恶是什么 修行者是什么 人明是什么 人就是人爱的人 明就是光明的明 就是明心见性的明 怎么才是适合正确的道理 守戒是什么 如果你现在能够马上回答我 我就拜您为师 你看 他一下子讲 佛听了不慌不忙地 回答他就说 贤者好学 真心诚意地去修行 唯有怀抱珍贵的智慧 才叫真正的叫道 众有变才 不算智者 无所畏惧 专心 遵守善行的人 才叫做真正的智者 两个问题 没办法 你们听不懂也假装鼓掌 所以我感觉到鼓掌的人不多了 我不出来 听不懂 但是我要给你们解释的话 我要解释很长时间了 听得懂吗 我先把这个故事讲完吧 好吧 第三个问题 年纪虽大 也不能做长老 突然衰老 毛发斑白 多半只是愚人的同类 唯有心怀真理 仁慈深厚 内心平静 通情达理 聪明静洁 才是真正的长老 佛陀继续回答他的问题 纵使貌美如花 但言语不正 贪然而多虚事 就是虚伪的装饰 言行会违背正义 迎除恶逆的根源 有智慧而不怒 才是真正的修行 落法未生 不撒谎 不贪取 才能迈向 去恶之道 接下来 回答下一个问题 内心平静又悠然 才是真正的出家人 脱薄 而现修行者 要放弃 邪行 淡薄明力 去除罪孽 前修进行 密会明朗 破除恶行 才是真正的 修行者 你看法师都听得懂 你们在后面跟着瞎鼓掌 稍微解释一个密会明朗 明白了吗 密就是讲内心 会就是讲你的会根 明就是明心见心 朗就是完全暴露 完全看得到 实际上就是佛陀就是说 要能够心中的 内心的 最根本的 本源里出来的 佛性流露的人 才是真正的 修行者 佛陀继续讲 口里说得好 而内心不清净 外表也没有 人明尽形 就是没有仁慈和 明白的 干净的行为 内心无为 举止清廉 内外俱进 才是坚正的人明之士 什么意思 坚正是什么意思 说一个人 如果是很正的人 他的肩膀一定正的 如果一个人的肩膀这么歪的 你说人会正吗 所以佛陀讲 才是坚正 就是肩膀正 这个人 正 人明 就是仁义道德 非常明心见性的 聪明的 有智慧的人士 继续 佛陀讲 营救天下苍生 博爱而不损人 才是真正的 有道之士 好好地奉行法义 不忘废口舌 增广见闻 努力学习 身体力行 持质坚决 守道不失 才是真正的守戒人士 这位婆罗门的长老 和他的五百名弟子 听闻佛陀的一番教义之后 无不心悦成福 高傲之心 消除 即刻成为真正的出家人 后来 萨哲尼建 跟热心修佛道 在一群菩萨行列里 颇有地位 他们的门徒 也都赠得了 阿罗汉 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学博人讲的是 无心啊 一个人啊 要修到最后 觉得我没有做好事 没有做善事 连这个意念都没了 就叫无心 因为你做出来的 一定是菩萨 菩萨已经忘记自己是菩萨 但是他的行为出来 就是佛 就是菩萨 所以他根本用不着 哦 我是菩萨 我要守戒 不是的 他做出来就是菩萨的事 所以忘我无心 对人间的一切 他看破 看透 就是不会再去留恋和挂爱